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玛玲姐 大家今天晚上有举头望明月吗 你们知道吗 其实不是我们在看月亮 而是月亮在看我们 因为时至今日 科学家对于月亮到底是如何来的 一直找不到答案 甚至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 月亮是外星人建造 用来监视我们的 今天玛玲姐就要把这些证据 呈现给大家 关于月亮的起源 其实主流的说法有三种 但是每一种说法都有漏洞 它主要是在讲说 很久以前有一个火星大小的天体 撞到了地球 撞到地球之后的物质 因为地球的引力而环绕着地球 久而久之不断的融合形成了月球 这个说法说不通的原因是 当大碰撞产生之后 月球会处在一个高温的状态 是不可能存在着水分的 但是我们却在月球的玄武岩当中 发现了水分 另外在太阳溪里 每一个天体都有自己独特的养同位数 就有点像是我们人类的指纹 或者是DNA一样 那我们在月球上面 原本应该是要发现 与地球截然不同的养同位数 但我们却发现月球的养同位数 却大致与地球相同 因此大碰撞说并不能成立 它是指月球在经过地球附近的时候 受到地球引力的牵绊 所以它就绕着地球走 但是这个说法一样是卡在养同位数 基本与地球相同 这一点上 所以这个说法行不通 意思是指地球在初期形成的时候 是一种高速自转的一个情况下 在太平洋附近那边 因为高速自转的离行力的原因 抛出了月球 这个说法行不通的原因是 虽然两同位数大致与地球相同 但是我们在月球上面 发现了很多地球没有的元素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月球并不是来自于地球 好 现在大家是不是已经开始觉得 月亮有一点来历不明了呢 其实不只是月亮的起源沉迷 我们在月亮上面 还发现着许多神秘的一点 以及巧合 大家有没有发现 明明应该是太阳比较大 但是在地球上看起来 月亮跟太阳基本上是一样大的 关于这一点的原因 竟然是因为太阳到地球的距离 是月球到地球的距离的395倍 而同时太阳又刚好宽了月球395倍 也因为这个巧合 才会形成所谓的日时以及月时 在阿波罗登月的计划当中 在阿波罗11、12、14、16号的时候 都有在月球的表面架设了地震仪 而在阿波罗12号的时候呢 第一次在月球的高空呢 往月球抛射了一个灯月舱 这个灯月舱呢 抛射的力量相当于一顿炸药的威力 没想到的是地震仪竟然持续侦测到了 长达55分钟的地震 不知道是不是这一次震动的时间过长 所以NASA在阿波罗13号的时候呢 又一次的在月球的高空 往月球抛射一个火箭体 而这一次的威力呢 相当于是11.5吨重的炸弹威力 离谱的是 这一次NASA的月球地震仪 竟然持续侦测到了 3小时20分钟的地震 你们有听过 一个地震竟然可以持续震动 长达3小时以上吗 要知道只有月球是空心的 才有可能震动这么久 但自然形成的星体 不可能是空心的 月球的表面呢 有许多的陨石坑 普遍的陨石坑直径呢 长达好几百公里 就可以知道呢 这个陨石撞击月球的威力有多大 但不管陨石坑是大还是小 普遍陨石坑的深度呢 都只有6公里左右 就连月球上最大的陨石坑的直径呢 长达2500公里这么长的情况之下 它的陨石坑深度竟然依旧只有13公里这么浅 而经过专家呢推测 如果是地球有一个1300公里陨石坑的直径哦 光是深度就至少会超过100公里 更何况月球上面并没有大气层作为缓冲 所以撞击的力道只会更大 可是它的深度却出乎意料的浅 可见月球的地壳是多么的坚固 在我们不知道月球是如何形成的情况之下呢 月球还有着如此坚固的外壳以及中空的内在 根本就是外星人建造月球的 而外星人就生活在月球里面 方便监视着我们人类 早期呢一直有人在传 月亮始终只有一面面向地球 所以呢月亮一定是外星人建造的 关于月亮始终只有一面面向地球的原因 其实是一种叫做潮汐锁定的作用 什么是潮汐锁定呢 简单的来说 就是月球长时间与地球引力互相牵绊磨合的结果 由于月球受地球引力等影响 使得它最终会变成椭球体 而当它在公转的同时又要自转的时候 就会被拉回来 在这里我们在月球上画着一条黄线 我们可以经由黄线的转动来确定 月球真的有在自转 潮汐锁定对于卫星来说 其实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 虽然月球始终只有一面面向着地球的这个情况呢 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但并不能证明月球就是自然形成的 马连姐反而认为月球真的是最佳监视人类的地点 讲到这里 大家是不是已经跟马连姐一样 开始相信月球就是外星人建造的呢 接下来这个就精彩了 要来带大家看月球上面有外星人的证据 今年五月的时候就有俄罗斯的民众 在月亮这边呢拍到了大型的UFO军队 还有人拍到有大型的飞碟准备降落在月球的背面 我们甚至还有在月球上面拍到 利用陨石坑作为掩护的外星飞船 对比一下正常的陨石坑应该是平整的 但明显这个不是 网络上面还有流传这张月球的建筑物照片 可以从照片当中呢看到 旁边还有一个深不见底的月星入口 月球上面甚至还有金字塔哦 月球上面呢除了有金字塔以外呢 还有许多的尖塔 NASA的员工唐纳呢 出面证实月球上这种尖塔普遍存在 而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 他们必须要修图隐瞒它的存在 若是这个尖塔是自然形成的 NASA又何必刻意隐瞒呢 这个就是唐纳所指的 NASA刻意消除的画面 可能由于唐纳的出面爆料 现在在Google Moon上面呢 这些画面已经没有刻意的被掩盖 大家可以上网去寻找看看哦 最后要跟大家提的是 50年前的阿婆罗计划呢 其实不止一次的遇见了外星人 玛丽姐这边呢 已经掌握了许多的证据 甚至阿波罗17号 并不是最后一次的任务 后面还有秘密任务 偷偷的进行着 玛丽姐之后呢 会持续不顾生命安全 为大家继续揭秘哦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帮我按赞订阅以及分享 或是到玛丽姐的粉丝团 去关注我哦 我们下一集影片见 大家拜拜 拜拜 by bwd6